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那不囉嗦啦,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啦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其實今天講的主題跟 還是跟那個黑神話悟空有關係啦 因為我昨天下載了黑神話悟空來玩嘛 然後我玩我也直播嘛 那大家都說我很菜 然後那個就是 所有直播遊戲的這個頻道組裡面 這個技術最爛的就我 好,沒有關係,我都虛心接受 然後大家也都批評 說我電腦規格很差 然後畫面很Lag 還是怎麼樣 沒有關係 我就是,該怎麼講呢? 我虛心聽你們給我的建議 我呢,今天就去光華商場買了一台新電腦 但我還沒用新的電腦 然後呢,我就訂了一個遊戲用的搖桿 所以呢,我下次就用搖桿先玩一次 那我電腦我還要裝一些東西 那個之後 可能之後我再用新電腦再跑一次好不好 既然要玩遊戲 對不對,我就敬業 好不好,我之前只是不玩 媽的,我一玩遊戲 我就變成專業遊戲頻道組給你們看 讓你們再小看我 好啦,來 那個 但是我今天要講主題 不是這個 黑神話,也是啦 也是黑神話悟空啦 但是我今天不多聊這個 我只是衍生出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 黑神話悟空真的是很 很厲害喔 造成很大的轟動啊 但是就是說 台灣現在好像 再也做不出像黑神話悟空 這麼好的這個遊戲 那我個人想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去中華 就是去中華的關係 好,來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黑神話悟空到底有多夯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黑神話悟空 黑神話悟空 上限一天大賣68億 日經亞洲評論類比寶可夢 可以類比寶可夢是不是 大陸的第一款3A遊戲 黑神話悟空 上限一天銷量達450萬 450萬份 然後總銷售額達68億台幣 收回 回本的速度 就是超乎預期 好像他說回本要300萬嗎 300萬份 但他已經回本了 已經超超過了 日經亞洲評論 更 把這款遊戲跟寶可夢 相比 可以帶來持久性的文化遺產 黑神話悟空 很厲害喔 黑神話悟空 來我們來看喔 黑神話悟空 發行日首日喔 STING 同時上限人數 創下史上第二名 我今天早上也講過了喔 就是他第二名 我看一下喔 他指書什麼啊 黑神話悟空 史上第二名 第一名人是絕地求生 POPG的325萬 那黑神話悟空上限人數達到222萬 超越了幻獸帕魯 好啦我都沒有玩 但是我只入坑黑神話悟空 好不好我之後就玩給你們看 那我在此跟大家講 既然我玩了就我 我開始玩我就玩到全破 好不好 但是因為我工作忙嘛 所以我就找時間 我找時間就玩 我玩我就開直播 但年紀大了也沒有辦法玩太久 反正就給你們笑一笑 好不好 好啦來 但他線上人數也很多啊 很厲害啊 好來 黑神話悟空首日高峰 成STING最熱門的單機遊戲 平台上中國玩家近九成 我跟你講 這是廢話 為什麼 因為黑神話悟空是華語遊戲 他的故事背景也是我們華華華華人世界的一個名著西游記 啊 所以華人玩家當然佔九成 中國玩家佔九成 媽的華人最多就中國大陸嘛 佔九成這不是廢話 那我今天看到這個 但怎麼樣 中國玩家佔九成很好啊 因為這本來就是華語遊戲嘛 就是因為這樣我今天就想 為什麼台灣再也做不出 好遊戲啊 就是因為去中華 台灣這幾年搞了去中華以後 我們能夠做得出像黑神話悟空 一樣這麼好的遊戲嗎 沒有辦法啊 我說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首先 你 我們是華華人的這個 不管你說什麼的國家還是也好 社會也好 我們大家是講中文的嘛 那你中文要要否華人市場啊 華人市場最大中的就是中國大陸14億人嘛 那你在設計遊戲的時候 你整個邏輯脈絡 你當然是要給這個 你的受眾TA嘛 那你如果只是 比如說我們搞去中華就是 不要往中國 就是想本地的話 就想台灣本地的 台灣有什麼的 比如說人家說什麼三太子 還是台灣老是搞那個什麼 每次就那些題材 要不然就228 要不然白色恐怖 要不然就是日本殖民那些東西啊 搞了個半天 就是這些題材弄了半天 那 華人世界裡面有多少人會關注這方面的題材嗎 對於華人世界來講 這不是大眾的題材嗎 那 西遊記是啊 對不對 西遊記是大眾題材 所以你在設計這個遊戲的素材背景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去中華 就沒有辦法for 大部分的華人嘛 你看黑神話悟空 中國玩家佔近九層 為什麼因為他就很簡單明瞭 他就是target華人世界的一款遊戲 他就講華語 那個遊戲素材背景也是西遊記 對不對 為藍圖來做的一款遊戲 那當然 你說老外 老外玩得起來他有感覺嗎 他沒有文化共鳴嗎 老外不會有的 對不對 所以 就是這樣啊 那我們台灣 難道我們要做for老外的遊戲嗎 我們也做不贏老外啊 我們本來就是華人背景的 那我們又要搞去中華 我們怎麼可能做得好這個遊戲 台灣人不是沒有做過好遊戲啊 真的台灣以前做的遊戲很好啊 我今天還特地看一下台灣以前做的好遊戲 來 這一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這一款叫仙劍奇俠傳啊 仙劍奇俠傳是我當年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趙琳兒什麼李逍遙 對不對 大禹 他是1996年 反正就是很早期的時候 做的一款遊戲啊 仙劍奇俠傳 你看這個畫面現在看起來 感覺很爛很爛 他是用DOS系統的 好像還不是用Windows 我記得好像還是DOS系統 進去 然後怎麼樣 然後開始 然後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玩 但是因為他的整個故事背景 他的這種RPG啊 然後開始去做 然後就造成大家很大迴響 這種做吧 那 這是我們台灣人做的啊 大禹科技啊 那 那在當時喔 在90年代當時 他的熱門程度 不下於今天的那個什麼 黑神話悟空嘛 當時的仙劍奇俠傳 很夯耶 夯到爆炸好不好 喔 那個時候 蔣仙劍奇俠傳 那 台灣基本上 我那個時代 我們大家都在玩啊 我們大家都在比進度啊 都在玩 我現在都還記得 那個時候什麼 那個李逍遙 林月如 趙 趙琳兒 對不對 還什麼阿奴 後來還被改 改編成那個電視劇啊 然後遊戲版本 都改了好多版 那個李大娘最厲害的 就是教了李逍遙 那個什麼 飛龍探雲手 就是可以從那個敵人的身上 偷東西 我最愛用這一招 每次我就一直 看這個敵人身上 有什麼東西可以偷 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偷 就一直去偷 偷一些沒用的東西 最後我的那個 包包 那個叫什麼 行囊裡面 反正就是一堆 沒用的道具 都是偷來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阿 這是我們 我們台灣人做的啊 那你說 我們也可以做出來這麼好的遊戲 中國大陸的玩家 也玩得很開心阿 大家也覺得很棒阿 在當時的時代 這個甚至 我覺得都還贏過黑神話悟空耶 當然也不好說啦 但是每個時代 有每個時代的傳奇嘛 也不要踩 踩誰捧誰 但我說 先見奇俠傳也是那個時代的傳奇阿 對不對阿 還有阿 這個 這一個是什麼 軒圓劍天之痕阿 天之痕也很棒阿 天之痕就是 也是當時 大禹那個時候真的很厲害阿 大禹做了好多款很棒的遊戲 軒圓劍天之痕也是阿 整個畫風阿 然後那個非常的唯美 然後他是以那個中國的那個時候 南朝嘛 南朝隨嘛 那個時候然後唐就是 隨末唐初的那個 應該也不是隨末唐初 他等於是 南北朝的末年 然後唐的初年 隨唐時候 就那個時候啦 他已經是成國的後代了嘛 然後 隨朝 然後唐 唐要 唐 唐那個時候見了沒 反正裡面有個角色是李靖啦 所以那個時候是唐初啦 隨末唐初的時候 得時代背景 然後就是裡面有很多的那個系統阿 他就是用那個中國的那個什麼傳奇的那個故事 然後還有什麼戀妖 那 你 你整個歷史背景 然後 包括你整個畫風 都畫得很精美 你現在當然看就覺得不怎麼樣 但是在當時喔 當時的那個時代你就覺得 你是耳目一新的 你就 哇 幹怎麼畫畫得這麼漂亮 畫得這麼棒 喔 然後好棒 這也是我們台灣人做的阿 那現在大陸一堆人在玩 對不對 當時啦 當時也是覺得 哇好棒喔 這個我們台灣也做得出好遊戲阿 還有這一款 對不對 這一款 這個叫什麼 金庸群俠傳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是 你現在看這個金庸群俠傳 你 你會覺得 幹這個畫面也太爛了吧 對不對 怎麼畫面爛成這樣子 喔 但是在那個時候 你會覺得 看 這個遊戲 怎麼那麼好玩 喔 我必須講 我知道今天 也不是今天啦 前幾年我都還有回味一下玩金庸群俠傳 金庸群俠傳真的 他 他 就是 玩 遊玩度真的很高 我說一款好遊戲 你要在那個時代來看 他是那個時代跨時代的作品 喔 就是在那個時候的RPG 就是一關一關的來過 然後 你的敵人都是 都是已經設定好的 你是 你是線性的這種劇情 那 那個金庸群俠傳 他就是 開放式的這個劇情 在大地圖 你走到哪裡 誰就撞到哪裡 然後你的那個那個劇情是自己去 自由的這樣去去開的 那他當然還是有任務嘛 但是就是 他的自由度很高 然後開放式大劇情的玩 然後包括你在裡面 你也可以學很多武功 喔 他就是用金庸的十四部小說 什麼 飛雪連天色白露 校書神霞已必殃 對不對 那首先他的這個 故事的背景 金庸武俠小說 那全華人世界沒話講 對不對 大家誰不看金庸 那你用金庸小說來當背景 做這款遊戲 而且你把十四部小說 全部融合在一起 你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可以用到 各個小說的主角 你可以操作什麼張無忌啊 操作段譽啊 然後你還可以用楊過啊 男的女的都可以 你甚至還可以用壞人 你還可以用裡面的壞人 你可以找 田伯光啊 你可以找歐陽克啊 然後來組隊啊 你可以走好人的路線 也可以走壞人的路線 然後你可以學裡面武功啊 學... 學什麼小龍十八掌啊 然後學什麼... 什麼... 避邪劍法 學避邪劍法 還有志工 但是在裡面志工 沒志工 好像... 沒差 我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說 你這個遊戲 玩起來就覺得很好玩 在那個時代就好棒 我還記得 我那個時候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就是... 一直跟你的同學 我... 高中吧 我那時候是高中吧 我一直跟我的同學 然後每天在聊 要玩什麼 然後後來有一天 因為我們就想 學武功嘛 然後他... 他美國武功要練嘛 我就練什麼... 九陽神功啊 然後練什麼... 六脈神劍啊 都是金庸小說裡面 很強的武功 我就練 練這些武功 然後後來有一天 我朋友跟我講 其實最強的武功 是野球拳 我說... 野球拳 野球拳就是這個主角 這叫小蝦米 你知道名字可以自己取啦 他一開始配置的武功 就很爛啊 就野球拳 就... 那個... 殺傷力很弱啊 然後誰會曉得 這是最強的 當你練到... 第十集 就最後一集的時候 他突然就被爆牆 他到第九集都還很爛 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廢渣武功 但是沒有人... 沒有想到真的會有人練到第十集 然後練到第十集 就是最強的武功啊 野球拳啊 所以就是說 你看我現在講到這些遊戲 不管是... 金庸群俠傳也好啊 仙劍奇俠傳啊 宣言劍啊 這些... 你都會覺得... 哇... 這個... 會讓你想到當年啊 想到... 以前就是... 怎麼有這麼多好玩的遊戲 欸... 這些遊戲全部都台灣人做了呢 而且... 一講... 所有華人世界都知道這些遊戲耶 啊... 誰說台灣人做不出好遊戲 啊... 但是... 現在的台灣再也做不出好遊戲 為什麼... 就是因為去中化啊 首先因為你去中化 你的意識形態去中化 你還會做什麼那麼中國元素這麼重的遊戲嗎 光在台灣的團隊 不可能嘛 你如果要做中國元素這麼重的遊戲 你可能... 首先台灣就沒有投資方 可能會跟你做這個 因為現在台灣的投資方 我想真的還有出錢的 背後可能都有一些什麼... 政治的... 意識形態或者可能都... 都是... 比較偏... 偏台... 台派的或怎麼樣 那他們要出錢的話 通常都會要你製作 比較有台灣意識形態的那種作品 不管是什麼... 像... 像電視劇啊... 電影啊... 當然遊戲也是啊... 所以你要跟你的這個什麼金主交代嘛 那你的金主他就不會給你做中國元素這麼重的 不會希望你做中國元素這麼重的作品 所以你也不會做 現在台灣的環境 金主就不會出錢給你做這些東西嘛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說 你現在兩岸的這個局勢 你台灣做了一個作品 你要去大陸 這個... 上架 那大陸也要給你審查 因為台灣現在動不動就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偷...偷藏一些什麼... 什麼... 什麼... 呃... 這...這什麼... 那個... 彩蛋 遊戲裡面偷藏一些彩蛋 然後你去偷摔人家什麼... 偷...摔人家習近平啊... 還怎樣啊... 之前不是赤足有一款遊戲是返校還是什麼... 然後就偷摔習近平啊... 那結果搞了半天 整個...整個遊戲... 被平台... 下架還怎麼樣 那公司還要道歉 然後投資方還撤資 就很...很... 會有一些這種無聊的事情 追根究底 都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 你要搞這個什麼去中 你要搞反中 你的這個作品的最大的市場 就...就沒有了嘛 然後因為台灣現在搞這個意識形態 那台灣的金主 也不會出錢給你 做這個什麼... 中國元素這麼... 這麼重的遊戲 所以... 如果你做出來這個遊戲 你也只能否台灣市場 台灣人自己看得很爽 然後台灣人好棒喔 要做出一款好棒的... 不管什麼影視劇啊...作品啊... 啊... 那我們台灣人我們當然要... 也要鼓勵自己啊... 對啊對啊... 鼓勵自己的... 自己... 產出的作品啊... 不管是遊戲啊... 電視劇啊...都覺得... 好棒好棒好棒... 但是... 你... 你... 因為一開始設定 你就... 自我... 限縮了... 所以你做出來的作... 作品... 也是受限的嘛... 不然就是你意識形態受限 不然就是你故事取材受限 所以... 你... 端到整個華人世界上面來看的話 你的這個作品... 就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當你... 以前沒有這種意識形態束縛你的時候 你... 大開大合 你可以做出仙劍齊霞傳 你可以做出金... 金庸群霞傳 對不對... 你可以做出宣言劍 宣言劍也是那個... 中國古代經典啊... 對不對... 宣言嘛... 對不對... 這些都是... 我們沒有去中化的時候 我們... 想像力無限... 那個... 創造力無限... 然後我們做出來的... 同樣的台灣... 同樣的人... 同樣的腦袋... 就是因為這個... 該死的這個政治意識形態... 搞什麼去中化... 導...導致我們現在... 綁手綁腳... 明明以前那麼厲害... 做出這麼好的遊戲... 全華人世界都很... 很喜歡...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這個去中化意識形態... 我們就是... 直華人世界... 牛耳... 我們在... 這個... 遊戲產業... 就是一直... 引領華人世界... 走在前面的... 就會是我們台灣... 但是很可惜... 凡事都沒有如果... 我們自我設限...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所有華人世界... 不管是... 遊戲也好... 甚至... 娛樂作品... 影視作品... 全部都要到中國大陸去... 那邊才是華人世界的... 這些... 藝術創作品... 娛樂創作品... 遊戲作品... 的... 最大宗的地方... 只有在那邊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 台灣會走到今天...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祟... 我們... 把自己的... 自... 自費自己的武功... 以前... 我們可以... 現在我們再也不行了... 那當然... 如果現在我們還願意... 我也不知道... 但沒有辦法... 直牛耳了...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 不要再搞什麼... 去中化... 把門打開... 好好充分交流... 我們台灣人... 當然還是可以... 發揮我們的... 才能... 在這個... 全... 華人世界的這個平台上面... 但是... 已經回不去以前... 在華人世界... 直牛耳的那種... 領頭羊的地位了... 以前我們真的是引領... 華人世界... 在遊戲產業... 其實在很多產業都是... 唉... 現在... 看一看也只能回味了... 都變成是老遊戲... 大家來回味... 聊一聊就覺得... 哇... 這個遊戲我玩過... 我玩過... 當年啊... 仙劍奇俠傳... 怎麼會輸給黑神話悟空... 好不好... 還有金雄群俠傳也是啊... 想一想喔... 唉... 想一想都是累啊... 台灣這個... 做減致富啊... 這個... 自找死路... 唉... 可惜啊... 浪費了... 在很多產業上面都... 都... 浪費了好的機會... 啊... 都這樣... 錯過了... 可惜... 可惜... 現在看到黑神話悟空... 就想到以前的遊戲... 就是... 有很多感慨了... 嘖... 好...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 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 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 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 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 私房影片是什麼喔...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